好了 圣经里面很清楚说怎样得救 得救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需要讲一讲 得救的来源 得救的来源是什么呢 这是神爱世人 圣经将祂的独圣子赐给我们 这是耶稣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的罪死在世界上 因为神是公义的 有罪祂必要 现在不去看这个 去一切才看这个经文 有罪祂必要惩罚 但祂不想惩罚 因为祂想拯救我们 所以祂差遣耶稣为我们死在 徐家上 这个是我们得救的 死在徐家上 我们不能得救 这个是得救的根源 神要惩罚 但神已经惩罚耶稣了 所以不需要惩罚我们 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接受这个礼物 我们就不需要惩罚 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你犯法 你犯法 你要去坐牢 要付这个罚款 但你没有钱 没有钱就需要坐牢 但有一个人为你付了这个罚款 那你可不可以释放出来了 有人付了罚款 你就可以释放出来 这是耶稣付了这个罚款 但这个罚款非常严重 不是钱 是生命 必定要有人受这个死的惩罚 因为罪的供价乃是死 就是必定要有人为我们死 但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为什么呢 因为普通人有罪 有罪的话 他是应当受死的 他就不能代替其他人受死 但耶稣是没有罪的 所以他能够代替我们受死的惩罚 不去付他自己的罪的代价 他没有自己的罪 他是付所有人的罪的代价 我们已经 耶稣已经付了这个代价 就好像 你去吃饭 没有钱 但有一个朋友说 我为你付钱了 你就可以走了 是不是 这个就是耶稣为我们付的钱了 所以我们每个信靠耶稣的人都可以得救 都可以有这个永生 但我们必定接受这个礼物 就是有人说 我为你付的钱了 但你说我不要你的钱 你就要找方法去付这个钱了 耶稣已经付这个钱 信靠耶稣是什么意思呢 信靠就是去接受 信靠抓住 就是耶稣拯救我了 我就抓住耶稣 抓住他的拯救 这个就是信耶稣 圣经 约翰福音一章十一二节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这里说什么了 信耶稣什么意思 就是去接待 接待耶稣 进入我们的生命中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做我们的救主 我们的主人 所以信耶稣 不但是我信有耶稣 就好像你信不信有英国 你信不信有法国 你信不信 但你信有英国 跟你平常生活 有没有影响了 没有 有些信耶稣 跟他们的生活 没有关系的 我信有耶稣 这种信不能得救 因为这个不需接待 这个只是头脑的相信 我们不但是头脑的相信 我们是接待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我知道我是罪人 口里相信 心里承认 是的 心里承认 是的 口里 心里相信 口里承认 这个 相信 是得救的方法 但这个相信 不但是相信有耶稣 是相信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 所以我们就接待耶稣 做我们的救主 然后就会口里承认 这个就是表现 你要明白这一点 这个是得救的表现 就会讲出来了 口里承认 会说出来了 就证明他去得救的 所以圣经有说 得救必有果子 必有果效 信心没有行为去死的 有没有听过这个经文 信心没有行为去死的 如果有人信耶稣 但没有改变的话 他去 不去得救的 所以我们是信 靠耶稣得救 悔改 认罪 求耶稣说明得救 但这个得救 信靠必定有果效 如果没有果效 他不会承认 也不会接触果子 信心没有行为去 不得救的 所以这一点 你是不是得救啊 你说我悔改 我信靠耶稣 这个责案是对的 这个是得救的方法 但有一点我们需要明白 得救有方法 也有后果 你是证信耶稣的话 就有后果 如果没有后果的话 没有这个果效 这个信心就不是真的信心 这里这一点 刚才我说这一点 第八点 重生得救的人 必有六类果子 就是圣经里面说的 不是我说的 是圣经说 你信耶稣必有这些果子 但很清楚 很重要 不是靠这些果子得救 很重要 不是靠行为得救 不是因为我做得好 所以我得救 不是这样的 是我们信靠耶稣得救 是礼物 但信靠耶稣 耶稣就住在你的里面 他住在哪里 哪里就有果子了 藏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藏在里面 这人就多借果子 就是有耶稣在里面 就会改变 所以的人不但去信耶稣 他必定有果子 必定有改变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完全没有改变 一点改变都没有的话 他不去真信耶稣 他不去得救 这一点很重要 例如有些人 他信了耶稣了 他要去偷钱 要去骂人 伤害人 杀人 犯法 做不同的事情 都没有悔改的心 那他不去真信耶稣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 不去靠行为得救 但信耶稣必有行为的改变 现在我们就看这六点 很重要 要记得 不是靠这些得救 这些是得救的果效 我用一个树来形容 树是不是靠果子 有生命呢 是不是因为它有这个 苹果在上面 所以它是 因为有苹果 所以它是有生命 它的生命的来源 是不是来自这些果子 是不是因为它 它是靠这些果子 所以它有生命呢 不是的 因为它是有 它是有这个种子 有生命 然后有水 有阳光 给它生命的力量 然后它能够成长 成长之后就有果子 但不是靠果子 来有生命 明白吗 这个树是不是靠 因为它有这些果子 所以它就有力量 有生命呢 不是 是它本身有生命 因为它是来自生命 然后有水 有太阳 它就能够有 有力量 成长了 成长之后就有果子了 我们同样 同样 我们信耶稣 与神有关系 就有果子 就有生命的改变 好了 我们看一看 圣经说 到底 真信耶稣 有什么改变呢 第一个改变是 治罪 离罪 不但去知道有罪 不但去悔改 有些人说 神啊 赦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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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 神赦免我 不代表 祂必定是得救的 因为 祂如果求生赦免 又继续犯罪 完全不悔改 完全没有 真正悔改的心的话 祂不去得救 但有些人说 我悔改 我尝试去改变 但改变一部分 但没有改变好 能不能够得救呢 我就说 祂有耶稣的生命在里面 祂有改变的动力 虽然人人有一些罪 但祂真的有悔改 又求神赦免 也靠神去改变的话 祂是有神的生命 是神的生命 不是普通的动力 有些人说 祂是好人 所以祂会改变 祂的什么犯罪的习惯 未必须代表得救的 这个动力去 从神的关系 而且你里面 会有一种声音 神的声音在里面提醒你 犯罪的时候 基督徒很重要一点 你犯罪觉得很不舒服的 跟未信耶稣之前是不同的 你犯罪的时候 里面总是有一个声音 你刚才骂人了 你伤害人了 你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的 直到你悔改 你认错 求神赦免 然后耶稣赦免 你就平安了 好了 我们读一读 一句最悔改 哥林多前书六章九节 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 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不要记忌 无论是淫恋的 拜偶像的 奸淫的 做连同的 欺男士的 偷窃的 贪婪的 罪酒的 辱骂的 都不能承受神的国 这说有些人信耶稣 但是继续犯罪 继续犯奸淫 继续偷窃 贪婪 罪酒 辱骂 但有些人说 这个人没有犯 怎么大罪 他是 模范 世民 他是 很好人 是不是很好人 就得救了 在神的里面 罪的定义 跟世界上是不同的 在世界上的定义 是有没有犯法 神的定义 是有没有 尽心尽心 尽意尽力 爱神 和爱人如己 这个是尊重神 如果没有这样的话 就是犯罪 但我们没有 爱人如己 就是人不得救 我们没有帮助他们 没有关心他们的心 就是 没有生命 所以世界上的好人跟圣经里面是不同的 圣经里面是尊重神的吩咐 做神吩咐的事情 自己得救也帮助别人得救 所以第一 重生得救 你会犯罪 觉得不舒服 你会继续对付罪 你想尊重神 你有动力尊重神 这个就证明你里面有神的生命 你问一问 你有没有这个生命呢 你有没有这种动力 去悔改 离开罪 尊重神呢 如果你有的话 这个是生命的改变的一部分 好了 第二 就会 第二 好的 然后第二个 第二类的果子 就是继续信靠神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凡借待他的 就是信他们的人 他就是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就是信耶稣 不但去信 去接待 接待就是 接纳 接受 让他进入你的生命中 意思是什么呢 信靠耶稣人 有耶稣 与耶稣的生命的 是继续与神有连接的 继续让耶稣做我们的神 做我们的救主 在我们的带领 如果有人 做好事 他就是做好事 但都没有祷告 没有信靠神 没有信靠神的话 他不是信靠耶稣的 结果就是 不是得救的 好人不代表 可以得救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总有很多罪 这些罪必定要付 有人付这个代价 耶稣为我们付这个代价 这两点 跟我们的救恩有关 因为信耶稣的时候 就是去罪 离罪 然后信靠耶稣 第一第二个果子 是与得救有关 然后第三第四 第三第四 是与 关系有关的 第三是什么呢 亲近神 这是与神的关系 我们信耶稣 不是说 我信耶稣了 但与神没有关系的话 就不需得救的 就好像这样 用个比喻 你跟你的爸爸妈妈 有没有关系 有人说 我有爸爸妈妈 但你有没有见他 没有 我没有见他们 我已经 我长大 我就离开他们 这样的话 虽然他们有爸爸妈妈 但其实与爸爸妈妈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与神也是这样 有些人是信耶稣 但没有亲近神的 我曾经去不同教堂讲道 我问他们 你们平时有没有祷告 有一个教堂 我发觉他们 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我说这个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祷告 你有没有与神有关系 我再说一次 如果你没有与神的关系 你平时没有与神的关系 有可能你不需得救的 这个是因为你与神没有关系 那我再问一次 那你们与神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祷告 还是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我就看到这个非常危险 这个很可惜 就是有些人 参加教堂 但没有与神有这个关系的 好了 亲近神包括什么呢 读圣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 也祷告 祷告也会回应圣灵的感动 祷告不但是单方面的 不但去祈求 祷告其实很多应该是赞美 感谢 爱慕神 谢慕 好像路 切勿西水 祷告 有些人祷告是这样的 阿神啊给我钱啊 给我老公老婆啊 给我工作啊 给我顺利啊 这种祷告未必能够得救 真正的祷告必定有悔改 也赞美主 感谢主 真正的愿意跟从事 也回应圣灵感动 因为祷告 圣灵会对我们说话的 你有犯罪啊 你需要悔改啊 你没有爱人啊 你伤害人啊 你需要悔改啊 你需要去关心他们啊 你们有没有这些感动啊 圣灵有没有感动你 如果没有这个感动 就是说与神的关系是没有 这个就有危险 那我不是说啊 啊 啊 轻微的感动就代表你不得救 我不是这样说 我是说完全没有 但你们要很清楚这一点 不要说 我有些少感动我就够了 因为与神的关系越强 当你的从神来的能力和祝福越大 如果你与神的关系就是仅仅得救 仅仅想到耶稣 仅仅与神有关系的话 那你与神的关系还是非常的弱的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我们与神有生命的关系 约翰福音15章5节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他里面 竟然就多结果子 人不若不藏在我里面 就像自己掉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任着火里烧了 就是说 藏在耶稣里面了 就有这种关系 见见神有关系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耶稣在哪里 哪里就有生命的果子 就会有圣灵的果子 生命有喜乐平安 就是神的果子在里面了 就有爱人的心了 爱神的心了 如果人不藏在耶稣里面 后果是怎么样了 就好像自己掉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任着火里 烧了 这里去什么地方了 烧了 这个是地狱 如果人没有进进神的话 他就掉在外面枯干 就 任着火里了 所以这个不得救了 然后爱神 爱神什么意思了 神对我们怎么这么好 我们就会爱他了 那我想问你 你爱不爱你的家人父母 对你好的人 你有没有爱他们 都有 是不是 但很多人爱 人不够多 很多时候 他对我不好 就对他们还有很多怨恨 就是对人的爱 不完全 对神的爱怎么样了 很多人说神很远啊 我看不到 怎么爱 这个必定是我们感激神 其实我们每一天吃的食物 都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身体的健康 神赐给我们 圣灵的感动 是神赐给我们的 我们有永生 是神赐给我们 我们有力量 有智慧 聪明喜乐 都是神赐给我们 是不是神有很多恩典啊 每样东西 你看到每样东西 都是神给你们 都是神创造的 没有神的话 有些人说 是我努力做工 所以赚来的钱买的 但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买 什么东西都不能买了 是不是 没有太阳雨水 没有这些材料 我们都不能煮饭 煮菜了 这些材料都是来自神的 所以我们应该爱神 正如我们爱父母 我们应该完全的 尽心爱神 那爱神包括什么呢 亲近神 尊重神 很可慕神 看众神 也侍奉神 愿意荣耀神 就是 整个生命都献给主 这个就是得救的生命 好的 然后 这两个 三四 就是与关系有关的 亲近神 爱神 然后最后两个是与 行为有关的 尊重神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凡称父我主 主我人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我天父主义的 才能进去 然后后面说什么呢 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我不去奉里面传道 奉里面赶鬼 奉里面寻使的 异能吗 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这里说什么呢 谁能进天国呢 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 但这些人传道 这些人赶鬼 行异能 为什么 这些都是尊重神 为什么 他们不能进天国了 因为他们在外面尊重 他们传道 有些传道人 自己生命没有遵循神 他们自己没有 犯罪不要紧 在家中吵架 没有祷告 这是他们读圣经 就是讲道 讲道完了 生命没有改变 这样的话 他们虽然传道赶鬼 行异能 还是不能得救 所以这个尊重神 是不但是外面的尊重神 也不但是在教堂里面的 是整个生命 真的说神啊 你是最好 我尊重你是最好的 耶稣也说 尊重神就好像人 像房屋建造在盘石上 雨林水冲风吹 都不能撞倒这个房子 就涌存的 这是我们所做的 神永远纪念 这个非常好的 这是 其实这里所有的赠重 都是神给我们能力的 不是我们来的 悔改是神感动我们悔改 信靠神是 若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称耶稣为主的 有个哥林道前书十二章三节 不是圣灵的感动 是圣灵感动我们 但我们尊重神就很喜悦了 我们信念神是神感动我们 信念神就会有平安喜乐 但有些人说我没有 信念神没有平安喜乐 因为他们不懂得怎样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但是外面的敬拜 这样的话就没有力量 爱神为什么会爱神 因为神感动你 神这么美好 所以我就尊重神 是神感动我们 而且当我们爱神 圣经说什么呢 神为爱他人具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是因为曾想到的 这个是哥林道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 你爱神 神就很喜悦 我们尊重神 每方面神都很喜悦的 你尊重神是神感动我们 所以每一样都是恩典推动 神的恩典推动我们 好了最后是侍奉神 有些人信耶稣了 单单在自己家中信耶稣 没有去帮助家人信耶稣 也没有帮助周围人信耶稣 没有在人身上去做美好的事 去祝福他们带领他们信主的话 这样的话 他们就没有这个侍奉的果子 圣经里面说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果子的 你看这个经文 马太二十五章二十六节 主人回答说 回答说 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 就上十节 把这无用的仆人 调到外面 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爱哭窃取 这里是不是天堂 爱哭窃取 外面黑暗 黑暗 这个是地狱 有些人说 有天堂 有地狱 另外有一个 外面黑暗的地方 这个是没有圣经的根据的 圣经说 就是 行善的复活得胜 行恶的复活定罪 所以没有 只有 永生 永行 叫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刚才我们读这个四十六节 这些人要往永行里去 那些日元要往永生里去的 所以这个 没有使用他们神给的恩赐 这个比喻你记得吗 二十五章 三个仆人 有一个有 五千两银子 有一个有 两千 一千 五千两千的都赚钱来 这个又良善 又重心的仆人 但这个 又恶又懒的仆人 没有用这个钱 就埋藏在地里面了 就要 在外面哭 哀哭 切除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神给你的恩赐 没有为神而用 为神使用 没有 是侍奉神 侍奉神不代表 在教会侍奉 你帮助人 信耶稣 关心他们 辅助他们 对他们有帮助 都是侍奉神 任何一方面 荣耀神 但不是做普通的好事 有些人以为 我在社会上 做很多好事 这个不能叫 我们得救的 但如果为了 爱主 所以做 我也有机会 见证神的话 这个就是 侍奉神 好了 另外 二十五章 马太二十五章 四十五节 讲到这个 绵羊 三羊 在耶稣的面前 在 耶稣在荣耀中 降临的时候 这样人分开 好像牧人的人 这样 绵羊 放在右边 善人 放在左边 然后左边的 他怎样说了 我谁在告诉你们 这些事 你们既不 做在我这些弟兄 一个最小的身上 就是不在我身上 这些人 要往 永息你去 就是他们 没有做 这些好事 在主的弟兄身上 这个就是 没有侍奉神 所以 这信耶稣人 就会有一种心 我要帮助人 信耶稣 帮助他的生命 善待他们 这个就是 有神的生命 在六方面 都是用圣经证明的 就是 重生得救 不需靠行为 是信靠耶稣 但信靠耶稣 耶稣住在里面 就必有果子了 就会治罪 离罪 继续信靠神 亲近神 爱神 尊重神 侍奉神 这些方面 你有没有提问呢 有些人这样说的 好了 有些人 第一个问题是 有些人快要死了 快要死了 然后 你带他信主 他仅仅信主 然后他没有机会 做很多好事 能不能够得救了 是这样的 他是真心的信靠主 真心信靠主 圣灵就马上 居住在里面 所有任何一方面的果子 都是他的生命的果子 这是 他信了耶稣 他就心里说 耶稣这么好 我信靠耶稣 这个已经是果子了 这是这种生命的表现 耶稣这么好 我要信靠耶稣 有些人是这样的 就是 他本来是 抗拒耶稣 现在 他觉得耶稣很好 虽然他就是点头 点头 但他里面有一种 信靠耶稣的心 就去得救 但如果 你带领他信主了 他跟你做祷告 耶稣啊 求你赦免我的罪 拯救我的灵魂啊 祷告放逐耶稣的生命 但他完全没有这个信 这是一种动作 他可以是不得救的 不一定得救的 所以我们 有带领人 在病床上 带领他们信主 我们必定帮助他们 真心的悔改 你知道我们犯的罪 得罪是什么的 罪可以叫我们去地狱的 我们就悔改 你愿意真心的悔改 知道这个罪是严重吗 求神赦免你 你就说 有耶稣真好 他为我死了 死在徐基加上 所以我信高耶稣就得救了 他有这个心 有感激的心 就是得救的 就是这个有生命的果子 有些人说 这个在徐基加上 这个犯人 与耶稣同定了 徐基加的犯人 耶稣说 今天你要在 跟我在乐园里面 这个人 有做什么 有什么果子呢 其实 他会拒责 这个另外的犯人 说 我们所受的 是我们应该受的 然后他会 在众人面前 求耶稣 耶稣啊 当你德国建立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就有这种 很想耶稣拯救他的心 所以这个就 看到他的果子 有些时候 有些人是 在病床上 已经昏迷了 没有 没有回应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 我会说 还是在他耳朵 对他说 也告诉他 你听了我的声音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 昏迷的时候 其实还是听到 你就说 你如果听到我的声音 你在里面真的说 耶稣啊 你拯救我 我需要你 我有罪 你这样的话 神就会拯救你 我们也可以这样做 如果他真心的 在当时 去真心的 悔改 信靠耶稣的话 他还是 可以得救的 但我 我会告诉你 有很多 在教堂里面的人 他们虽然信了耶稣 因为不明白真理 没有跟从神 没有祷告 与神没有关系 有可能是不得救 其实耶稣说 将来有许多人对我说 我不是凤里面传道 凤里面赶鬼 凤里面行许多异能吗 有许多人这样说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或者是侍奉神的人 我们必定关心人 你真的信靠神是真实吗 有些人不相信神是真实的 他们不以为神是真实的 这个需要帮助他们 清楚知道神是真实的 你有没有知道 这是罪言 你信靠耶稣 你想不想耶稣 赦免你拯救你 你想不想与神有这个关系 耶稣这么美好 与神有关系 你与神有没有关系 最基本的关系是什么 他犯罪会不会觉得不舒服 你们犯罪有没有觉得不舒服 有没有求神赦免 有觉得我不能继续犯罪 我求神赦免 有没有信靠耶稣 耶稣是我唯一的救助 耶稣才能拯救我的灵魂 你有没有这种 信靠耶稣的信 这个就是你与神的关系 如果你很弱 与神的关系很弱 你就需要在神面前说 神啊求你赦免我 我真的知道我罪 你真心的悔改神就会住在你的里面 就改变你 然后圣灵有任何感动 我们就回应神 这个就继续建立与神的关系 这样的话 就是继续保持这个关系 而且这个关系是越来越强的 我要说一点 有些人信耶稣很久 关系越来越弱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保持这个关系 去教堂很长的时间了 听圣经听过了 就没有兴趣 我听过很多次了 他以为听过就去得救 但越来越失去兴趣 这样的话 他可能可以失去救恩了 我听过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李宗盛